刚出家的人 都带着一身的习气 业障 妄念纷飞 心缘一马 不受束缚 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而现在出家修行 就是要把这些旧模式 翻成新的模式 将原本习以为常的习气 转成负债道法的行仪 即所谓的出家要有戒 戒就是因果 有所约束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有戒就有定 有定就能发挥 天龙八步 会自动来拥护 你们蒙蒙懂懂的出家 又蒙蒙懂懂的去受戒 去受戒 是要去忏悔 不是带夜去 不是带夜去 又带夜回来 在戒场 要尽量少说话 少和人家攀缘 有时间 多礼佛 念佛 戒场求戒的人多 来自十方 我们不是去和人家比穿得好 住得好 吃得好 受戒能忍 急入道 凡事都要简单 不要和人家计较 睡大位子 吃得好 受戒是学 威仪规矩 不是去论是非 造口业的 受了戒 就应当和未受戒前不一样 更因修苦行 把习气改掉 坏念头去掉 以戒为师 参 就是要参坏的 别人犯错 我们不去犯错 别人不如法 我们如法就好了 戒是戒自己 求忏悔 即是戒 戒也不要太执着 否则 本是持戒 结果反被戒回去了 戒要不生烦恼 不看人冲突 受戒 不是受那几个戒疤 是戒在心 知道错了 要赶快忏悔 戒持亲近 就没有男女像 要送戒 才不会有那些爱情爱别离苦 比丘相 即是佛像 由比丘法师来参访 就要问候招待 不要再去分别 哪个人有修 哪个人没修 每一位法师 都有他度众生的法门 不可随便 毁谤 批评 因而影响别人 对佛法的信心 别人好的 要赞成他 如不好的 也赞成他 则自己的罪 会加倍 受了戒 就是要去行 并不是要做大法师 身份 没有高低之分 对佛法 还没十分了解 就去受戒 会容易造成 供高我慢 为受戒 不知戒律而犯戒 那是无益的 先以受戒 知道戒律 就应当延迟戒律 莫放异 受戒 是受忍辱 听到别人骂你 刺激你 而不理会 那就是戒 如果能忍辱 则不亦犯戒 坏的念头 跑出来时 无论做出来了没有 内心求忏悔 不再犯就好 身为徒弟的人 若师父 有再大的过失 我们也不能说 如果 我们听人家 说他们师父 怎样怎样 我们再把这些话 说出去 我们就犯了 说四众过罪 戒 是戒自己 不是戒别人 当我们 起了坏念头时 就因拿戒律 来制止 以戒为师 以戒律的慈悲 才是真正的慈悲 守戒 就能定心念佛 念佛 也能持戒 戒律 主要在戒自己 不是光叫别人做 自己不做 要按照戒律 去行 每一条戒 都有戒神 不守戒的话 天龙八步 是不会拥护的 持戒 是在修身口意清净 学佛的规矩 行 坐 坐 卧 举止行动 皆要装装严严的 吃东西时 不要嚼出声音 否则 恶鬼听到了 会很痛苦 又如 男女众 拿东西 不能手接手 女众 如果没事 跑去和男众 七讲八讲 就是没规矩 又犯戒 想东 想西 散乱心 成天寺 已经成了观光区 如果是头脑不清楚的 要修行就很困难 念头往往转不过来 看到了手拉手的情侣 就动了心 摸摸头 才想到 自己已经没头发了 虽然一面在做事 心却越散乱